美国总统川普任内首度发表国会演说时 强调将大幅增加国防预算 川普2月26号在白宫年度州长晚宴上就表示 提交国会美国优先的预算书中 将增加国防开支540亿美元 比2016年度调升9.2% 3月2号川普穿戴上橄榄绿军用夹克和军变帽 造访位于维吉尼亚州的造船厂 登上新舰航空母舰福特号具体表达扩军目标 川普从竞选期间开始不断标具美国优先大旗 冷对甚至背对欧盟和北约的态度 几乎翻转过去70年 美国传统外交政策路线 川普也质疑美国在亚洲 庞大军事投资的价值 显现出浓厚的门罗主义是 不希望美国涉入过多国际主义的狐狸色彩 但他却又计划打造航母 端出大举扩张军事预算的蓝图 美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军费最强大 军费预算最高的国家 俄罗斯上议院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 奥泽洛夫28号表示 这是华盛顿试图向莫斯科发出挑战 今日俄罗斯剪辑川普过去言论 对照近日的扩军主张 批评川普是希望向社会表明 他支持军火商的利益 并以此刺激经济增长 所谓的军工复合体 要重振雄风了吗 美国总统艾森豪1961年1月17号的离职演说 首度创造出军工复合体这个词汇 警告他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危害 所谓的军工复合体 就是由国防部门 军工企业 国会议员和国防研究机构 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 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 促成美国军火产业的黄金时期 在美国政府预算四成到一半左右的军费开支 全部流向民营企业 艾森豪不幸严重 身影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深刻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同时渗透民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战后新兴的重要产业领域 如航太 能源 电子 资讯 生物工程等 都和国防合同有密切关系 包括波音 洛克希德 通用动力 诺斯洛普和雷神 都名列财富杂志全球五百大企业 军火厂商竞标国防部的生意 但是合约必须经过国会同意 所以他们得对国会议员下足功夫 也因此发展出细腻的游说策略 一件事每个总统的总统可以支持 是职业的职业的职业 那么大众美国战财务 拓业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在多数个国家都可以 并且在此做成功能 他们可以准备 准备的数目的政策 依然支持自己的职业 无论的政策 我做了一个小区域 川普一直高喊 振兴美国制造业 提出边境税 提高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软硬兼施 让国内外公司 承诺投资美国制造业 这些策略实施效果 恐怕相当有限 强化军工业 才是提振美国制造的重中之重 而且立竿见影 全球每年超过 4000亿美元的军火市场 美国军工企业销售占比 超过一半 仅仅航太一项 对GDP的贡献 就在2%以上 高于整个汽车产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 川普一些被外界计讽 或惊讶的外交政策 如高喊 消解美国对日韩 和欧洲的防卫承诺 就存在极其合理的解释 以欧洲为例 如果川普能够如愿以偿 让北约各国的国防开支 提升到占比GDP2%的水准 每年欧洲在军费方面 将多支出约900亿美元 目前28国中 只有四国达标 未来美国军火业 商机无穷 直接润则 美国各州的就业机会 北约秘书长 已表示将全力达标 瑞典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 亚洲和大洋洲地区 也是美国军火大买家 包括印度 澳洲 韩国 越南 新加坡和台湾等 2011到2015年的 武器进口总量 就占世界总额46% 川普看似关切 中国大陆在南海的积极作为 更直接对南韩和日本盟邦 表达应该对美国的保护 承担更多费用开支 韩国2017年国防预算总额 40.3347兆韩环 较上年度增长4% 主要就是建构包括萨德系统在内的核导弹 反制系统计划 为了满足美国的胃口 日本军费也在创新高 向美国采购军机的费用 3922日元 计划引进42架 洛克希德的F-35A战机 军工复合体 也会加大对台军售力度 可以把即将被美国淘汰的二手武器 高价卖给台湾 美国防卫新闻明白指出 川普当选后 美国主要军火公司的股票不断上涨 军工复合体的繁荣时代到来了 原本受打压的石花叶也卷土重来 川普发布行政命令 争议性的北达科他水油管计划重新启动 长约1886公里 横跨四周的管线 据称将带来28000个工作机会 但是经过印第安人保护区 有污染1800万人饮用水的疑虑 上千人曾搭建营地抗议 欧巴马妥协绕到别处 川普上台后 命令案原计划施工 出动军警要示威者撤离 川普任命的国务卿提勒森 是原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执行长 能源部长前德州州长裴利 向来支持政府对石化燃料放宽管制 环保署长奥克拉荷马州前检察总长普鲁特 曾经表示不承认气候变迁 川普团队从国务院到国内监管机构 全成了青石化燃料帮的天下 欧巴马政府的环保政策将遭到推翻 川普会对电厂碳排放 以及石油 天然气 燃煤开采的限制松绑 让石化燃料业者受贿 台数企业在美国估计总投资金额 近新台币5000亿元 因为美国有丰富的页岩油气蕴藏 有很充足的椅碗和冰碗 可作为燃料和原料 川普能否擦亮让美国再度强大的口号 尚未可知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他会让美国的石油 军工复合体再度强大